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相忏悔 我讲六祖不是写一个记吗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本来就没有这些尘埃的 本来就没有一样东西的 好了 我现在问六祖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没有尘埃 那么你忏什么悔啊 你为什么要忏悔 菩提本非树 明镜依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既然没有一物 也什么都不是 也没有尘埃 你忏什么悔啊 这个讲的是第一意 如今六祖在六祖禅经所讲的 只是随顺若尘埃 只是随顺众生 绝对不会有错 师尊所讲的 也没有错 六祖这篇忏悔 是讲有相忏悔 而不是无相忏悔 如果是无相忏悔 根本不是忏悔的忏悔 才叫忏悔 所以六祖讲 善知识 以上是为无相忏悔 这是对众生讲的 不能对我讲 如果我当时在场 我就举手抗议 那个是有相忏悔 因为有相忏悔 才会有这个移民 这个交狂 基督等罪 这是有相的 无相的 根本没有移民 没有交狂 没有基督 隐隐众生 才有移民 交狂 基督等罪 若非众生 何来移民 交狂 基督等罪呢 这个是我强调的 这个我们啊 每一个修行人都要长大 师尊可以讲 已经长大了 虽然我个子这么矮 其实已经是巨人 是无上顶 那么还是有很多弟子长不大 还是在原地踏步 甚至呢 他本身呢 已经落后很多 他修行没有进步 反而落后 有的在原地踏步 永远长不大 你看看谁长大了 一个Joke 一个先生 带着他的老婆 跟他的小孩 十四岁的小孩 在沙滩上 去游泳 那么他们三个人坐在沙滩上 有一个年轻的少女 从这里走过去 从前面走过去 这个姿色非常的阿娜 她十四岁的小孩子 两个眼睛瞪得很大 男孩子 一直看那个小姐 这样子 一直看过去 看到她消失了 两个眼睛还紧追 紧追 随着那个少女的倩眼 她的太太老婆 她的老婆 就跟她的先生拍拍肩膀 你看 我们的小孩子 长大了 长大了 很高兴 十四岁的男孩子 看着那个小姐 她长大了 突然之间 来了一个比基尼的 又来一个比基尼的 哇 男男比基尼 你知道穿得很少 皮肤非常的白皙 绣滑飘飘 这个 三十八 二十四 三十八吧 就这样走过去 她的先生 就好像苍蝇叮到大便一样 一样 一样一样 傻傻的 嘴巴张开了 口水差一点流出来 一直看 她老婆在旁边 这个火大 打来一巴掌 打来一巴掌 你永远长不大 她那个先生还在长大 先生还在长大 儿子在长大 先生也跟着长大 其实 儿子在长大 先生也在长大 这哪里错了 我也不清楚 你们自己想 谢谢 谢谢